MAS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MAS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MAS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MASA 這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溫暖的便當 是我會用這個Kyambeo 金包湯的奶油、雞肉的濃湯 利用它的這個 雞肉的濃縮的風味 可以來做很多不一樣的料理 我們要那個處理雞腿肉的部分 切小片 大小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洋蔥 那你我們切這樣的話那個纖維都切斷 然後從那邊比較容易味道可以出來 然後紅蘿蔔切一些 可以放進去 開中火 然後先預熱一下 再加一天一夜 那現在鍋子已經過熱了 那我把這個雞肉放進去 那這個 把這個雞肉放進去的時候 盡量這個皮的部分 往下 把肉片放在鍋子下面 重點是先把這個雞皮 往下 剪 的話 它自己的那個油分出來 然後變成脆脆 然後就比較不會那個容易黏在鍋子下面 然後就比較不會那個容易黏在鍋子下面 等到那個下面有一點那個金黃色 然後開始凝固 那個時候你可以翻面 稍微加一點鹽巴跟黑胡椒 下面皮的部分金黃色 那就可以開始攪拌 這邊剛剛切洋蔥 放進去 紅蘿蔔也可以放進去啦 那洋蔥需要炒到香味出來 就是變成那個凍鳴的樣子 OK 那現在我要加這個咖哩粉 放進去 然後加進去以後你可以攪一攪 OK 加這個Campbell Cream of Chicken 加一點奶油 雞肉 濃湯 濃一點 細一點 這個都可以自己調整 先上次攪一攪 拌一拌 把那個湯散開一點點牛奶 放進去 OK 我這邊是還是要做一個湯 所以我這裡還會加多一點牛奶 底底鍋裡面加一點奶油 加這個飯 放在一起 然後就再炒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加堅果 稍微拌一拌 就可以熄火了 先把這個湯 放進去 香的 咖哩香味 放 放進去 你可以加一些那個 麗花 豌豆 就可以放進去 咖哩風味的 雞肉 奶油濃湯 便當 完成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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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